新冠肺炎個案上升 BA2變異毒株為主要原因 根據聯邦疾控中心CDC的最新數據 新冠病毒個案近日回升 平均每日接近28,200宗新增個案 高於3月29日的24,800宗 傳染病學權威福奇醫生表示 這個並不意外 不過與今年1月中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的時候 每日80萬例新增個案相比 只是一個很小的比例 時事刊物《US News & World Report》報導 美國最近的新冠病毒死亡數字 也在上升 根據CDC的數據 4月8日有516人死亡 高於之前一天的472人 福奇認為個案增加需要關注 但是由於BA2變異毒株的高度傳染性 和民眾的防禦措施減少 病例上升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她表示 官員正在密切關注疫情的發展 不過她不認為住院和死亡數字會大幅上升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